小學到中學,每次看成績表都是不堪任務的 每一科總排名也好,科排名也好 都是我想最美的幾名 因為中三的時候,我很記得哥老師給了一張選科表 有不同配搭,VIR,CAM,BIG,Jogger,Econ 當時基本上我看著身邊每個同學都說 你想讀什麼?我想讀Physics,想讀CAM,想讀理科 但我看著自己的名次時,就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動力,讓我開始向上跑 最初追溯,我會將這三本書特抄 因為我當時真的不懂讀書,我只會買單看紙 之後就整本書抄一次,例如Physics為例 其實現在不應該將整本書抄,沒意思 我會先明白了概念 因為Physics有很多概念都很抽象 力學、電視學 他會明白了概念,然後你先去做一些題目 將數字放在公司裏面 然後你再訓練你的邏輯,怎樣去變通 因為理科,其實每一個人對不同的內容 不同的概念都會有他獨一無二的問題 所以去到我現在做一個老師 其實我面對著很多學生 很多學生第一句就問我 你不要計算我,問題很廢 不要計算我,白痴問題 我都跟他說,其實是沒有白痴的問題 這個我也是覺得香港學生的一個狗病 就是怕尷尬,怕出位 不想被人知道自己不懂 寧願瘦,寧願自己回家看書 寧願之後問同學 都不直接問的老師 其實都是趕幾秒鐘的時間 所以先問了,有什麼不明白 就問到懂 可能最後是,可能要問幾百個問題才能明白 但最後讀書就是這樣 或者老師的本法就是要教好學生 當時Best 5應該是34分 然後我就去了Hong Kong U 讀BioMed,Dical Science 即生物醫學 醫療我覺得這份資格很高尚 即是能夠用知識去治療別人的疾苦 是很偉大的 但同時我也明白到 其實做教育對後輩對學生的影響力 都是非常之大的 可以說改變到他對讀書的自信 是影響他一生的 我就決定做這一行 《確一教育》這個名字 想讓我學生和家長知道 去到最後這個地方 這個教學中心 我都是想用我的力量 去凝聚不同的同學 所以你見到 《確一教育》 又或者其實這個班房 這個環形的設計 所有的座位、所有的桌子 都是凝聚在教師台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想用這個地方 去給有相同理念 相同目標、夢想的人走在一起 Hello,我是Teach Art 我是科育教育的創辦人 也是這個物理科的導師 《確一教育辦學》的理念 是希望每一個學生 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夢想 大膽地去聚夢 我希望每一個學生 踏入這個班房 都可以大膽地 去將他的疑問說出來 對我而言 一個好的學生 不是要本身有好的成績 也不是最後一定要得到五星星 而是你能夠突破自己 追求到進步 這樣已經足夠了